作者 风行烈 我是荣落 精彩 马上开始 第二百九十六集 挑战一个小辈 却被他瞧不起地奚落一番 恼羞成怒地出手 又被他一脚踹飞 这时候蓝石才醒悟 从头到尾 主权都在傲锋那边 就是事后 想要找他麻烦 都没有借口 蓝石就好像 一只上蹿下跳的猴子 无比滑稽 人们还在惊叹之中 却听城内传来 阵阵轰闹的声响 蓝家堵在门口的护卫们 被一道强劲的深蓝色污吏 强行推向两边 在那之后 传来冷酷男子的 力声大喝 都给我让开 这粗鲁的举动 使得蓝家一杆护卫 爹得东倒西歪 叫唤不绝 一听到这个名字 蓝家众人面色如土 急忙纷纷闭上了嘴巴 任凭男子粗暴至极地 将他们统统拨开 这位爷的厉害 他们昨天已经领教过一次 没人敢当面触他的眉头 从蓝石被踢飞到现在 不过短短一会儿功夫 奥峰陡然听到这个名字 心中顿时涌起 不可遏制的浪潮 眼底浮现狂喜之色 往那青石狮子嘴的 大门口看去 果然见到 那高大熟悉的 冷峻男子 正带着焦急之色 扬手望过来 看到奥峰 他的眼神就是一顿 眸中难得一见的 温和之色涌现 激动地高声大叫道 小峰 大哥 奥峰也是一声高兴地大叫 直接就从天空上扑了下来 张开双臂 默地扑入秦奥天 结实可靠的胸怀里 经历了一场劫难 可以说在鬼门关上 惊险地走了一圈 再见到熟悉的亲人 那种感觉 言语说不出来 只有鼻尖的酸色 在不住荡漾 小峰 你终于回来了 秦奥天有力地臂膀 狠狠圈住奥峰 相对娇小的身子 宽大的手掌 爱怜地抚摸着他的黑发 眼眶通红 这些日子 天知道他有多担心 他每日每夜 都在想着奥峰 是不是遭到了追杀 有没有受伤 会不会真的再落到光芒 换电手上 寝食难安 几个月下来 人都有些瘦了 嗯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奥峰一边笑 一边不停地硬着 瞇着眼睛 靠在他胸口 说不出的安心 你这个练帝狂 能不能消停点 真和你弟弟有个什么 也不能这么打听广众啊 奥峰 你太不够哥们了 亲哥哥就棒 我这个兄弟就撇一边 不行 我也要抱 齐奥天身后 两名男子一起抗议道 齐奥天激动的情绪稍稍平复 恢复了一贯的冷静 将奥峰放下地来 看着他的眸光依旧温和 奥峰抬眼望去 又是一席 西云大哥 玉峰 你们也来了 雷玉峰一个剑步窜上前 哈哈一笑 猛地也学着奥天的样子 狠狠搂着奥峰拥抱了一下 得偿所愿之后 这才亲迷地对他笑道 你回来了就好 我就知道 你这个小变态 一定不会这么容易挂掉的 对你 我可是信心十足啊 奥峰撇撇嘴 怀疑地看着他 玉峰 你顶着一双熊猫眼这么说 好像没什么说服力吧 呃 雷玉峰眼皮一跳 一张俊脸成了馒头 模样甚是滑稽 几个月没见 这哥们搞怪依旧 奥峰被他逗乐了 也颇为豪迈地 揽住他的肩膀 生硬少有的温柔 放心啦 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 感动还来不及呢 雷玉峰 立刻犹如上了天堂 满脸幸福之色 城门之外的云青红 随着其他秦家兴奋的人们 迈步到几人身前 懒洋洋地笑道 几位好久不见 还认识我吗 秦傲天三人抬眼一望 眉毛惊讶地跳了跳 是宋大人 虽是认了出来 三人却又觉得一阵怪异 君落雨洗浊白衣 眼前的云青红 却是一身黑衣 也披了一件长长的斗篷 黑发扎成一束 气质倒有几分要挟 哪里还有半点圣洁 而且 他们还觉得这古怪的邪气 似乎在哪儿见过 可是任凭他们想破了脑袋 也想不出来 只好眨把这眼睛 满面疑惑 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先回你们秦家的地方 再慢慢谈 应该还有其他人 也等着见敖峰呢 云青红呵呵笑道 对三人眨了眨眼 三人被提醒了 连连点头 对对对 兰修国下也在城里 冰延刚刚去请他了 我们赶紧回去见他们 敖峰欢喜笑道 好 赶快去见见兰修老师 几人拉着敖峰上了马车 长边一甩 脚马急驰起来 从这里去秦家的地方 还有一段路 骆兴城四条主通道的两侧 是普通人的居住区 四脚才属于四大家族 但每一脚的占地面积 依旧极广 比不上秦氏驻地 也很大了 这里居住着秦家的 另外三大供奉 马车中 秦奥天三人 就问起了奥峰 这些日子以来的经历 对他们 奥峰没什么好隐瞒的 当下慢慢叙述了起来 虽然有些心理准备 在奥峰说起他成为宦宗 得到两头新的超神兽 孟眼和亚瑟斯又进阶了以后 三人还是被吓到了 西云翻着眼睛怪叫 奥天 你这弟弟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变态 秦奥天和雷玉峰 对奥峰的变态已经麻木 骇然了一阵就过去了 相比之下 两个男人倒觉得 云青红的身份 更加让他们吃惊一些 哟 没想到君洛宇就是云青红 圣皇邪帝 十几年来都没被人发现 你这小子 绝对是个腹黑极品 哼 两人心中暗暗评价着 脚马飞快地奔入 秦氏家族的地狱 奥峰下了马车 四周打量了一下 发现这里很有秦城小镇的风格 圆顶的欧式小屋四处都是 偶尔还有几座高耸的塔楼 邻历其间 不同的是 这里的幻师大多等级较高 许多幻师带着各自的幻寿 随意漫步 下车的地方 便是秦家高层的居住之所 秦氏高塔 这座塔楼 丝毫不亚于帝都的任何一所大型建筑 站在街上远远看去 就能瞧见那尖尖的塔顶 这座高塔中央 有着一股神秘能源 站在外面 奥峰就可以隐隐地感觉到 那古老而威严的气势 仿佛自己面对的是 一座高耸庞大的山岳 这股能量和他身体里的 幻神能源感觉相似 不过明显出于封印状态 只能透出几缕波动 而落星城的中央高塔 比这座塔还要高出许多 象征着四足之首的地位 奥峰几人向内走去 守门的人早就听那骑脚马来的人说过了 现在秦家的高层 几乎全都知道了奥峰归来的消息 一看到他们 马上恭敬地行礼 做出请进的姿势 牢牢盯住奥峰的眼里 还闪烁着一抹炙热 从大门走进塔内 里面是一间 汉白玉铺成的宽敞大厅 此时 原本空空荡荡的厅中 已经聚集了不少人